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老师你有曾经做过什么让你朋友说 华老师你也做这种事吗 做什么是不晓得 不过朋友确实一群一群一直脱掉了 不过都脱光了 做一个心理测验就知道 谈恋爱时你的命有多见呢 就每天的老狗都要变成一些新把戏 要觉得另外一半才会讨另外一半高兴 经过多次多次觉得把戏越来越新鲜 另外一半才觉得还能慢慢能够接受它 再加上它觉得就算我没有一些新把势出来 我只要乖乖手在它身边 是一个很温柔很乖巧的狗的话 另外一半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可爱的小狗 还是很爱你 风水995 通常需要教你如何化解 造成你工作不顺利的办公室风水 左边因为是心脏 它一定是拿着盾牌 倒入自己 右边要拿着枪 都会去攻击 所以你要打都会攻击 一定攻击右前方的位置 哇塞 那个人真的倒入 所以你老板也要攻击他 有时他就老板们心情不愉快 后心情他事情做错了 他就先骂这些这边 没错 右前方这边 而且这个是人的自然反应 你看你骂人的时候你不会说 你这个很难 你试试看你往左骂很快 又骂好快 很顺 从你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你的感情阻碍会从哪里来哦 黄老师还要帮12星座分析 年底的工作运势 看看自己是涨题还是谍题哦 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他是一个大帅哥呢 而且拿出来一张专辑好好听哦 江军令他是谁呢 欢迎吴克成 哈喽 欢迎张军令你好 这专辑要有关系的 你好 各位老师好 你好 请先请多照顾了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之前奶奶上我们的节目 你的帅还是个穷小子耶 对啊 对啊 你现在真的发了耶 好一点了 是因为江军的问题吗 没有 因为其实从上一张专辑 然后到现在 其实有让我比较好 就有很多的表演的机会 那你以后会不会真的 变更红的时候 还会来我们的节目 会 一定 每一次发片我一定会来 真的 对 然后让大家来那种 勾勾手 好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只要有歌手来 我们都会跟他立这个合约 就说 他如果说你真的变很红红 会不会来 然后我们就说会 我说好 那勾勾手 因为这样以后真的很红很红很红 像桌杰文他就不会来我们的节目 真的吗 你要快去找他勾勾手就好了 对 那时候还没有称 那时候跟他的时候 现在都勾不到了 现在就只有在晚会的时候 才勾得到 那就快点勾一下就可以了 对 那你有机会碰到周杰伦吗 应该有时候可能是颁奖典礼上面 OK 那你跟他讲一下我找他 那我帮你勾勾手吗 他不是很奇怪 那他田地他们会来 我都在开不熟了 没有啦 都在开玩笑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啊 这个吴克群 今天也是难得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 而且他现在那么帅那么可爱 对不对 接下来进行这个单元 你就可以看到他 花容四射的感觉了 好漂亮喔 你知道这个成语用在什么人身上 都还蛮可爱的 好了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 恐怖心理测验 好的 这个恐怖心理测验 让你们好像觉得是一只 带宰的羔羊样 不到最后一秒 你绝对不晓得我们要用什么刀 刀了 等一下我找刀 等一下我找刀 刀在哪里 怎么没刀 刀 刀在哪 没有刀 怎么会没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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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们今天要整我 你知道吗 我昨天我一直紧张 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 肚子还不舒服 因为我一直想说你们要整我 怎么会 我刚以为你要拿什么怪东西出来 真的 怎么会我们对你最好了 对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喔 这个是我们要预祝啊 这个五个群啊 生日快乐的同时啊 要预祝他的这个将军丽 真的可以唱片大麦 然后得到更多大家的喜爱 那同时呢 在这个这段时间 其实你自己个人的时间呢 因为你要许愿 许愿 好 你真的很久喔 好 最后一个愿望 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就是 国家不要有那么多事情 没错 太多事情真的蛮烦的 对 大家呢 就是开心一点 然后来听你的专辑 对不对 可以说国泰名单一样 OK 所以通常第一个第二个的秘密 都不能讲对不对 对啊 OK 那我们可以猜吗 可以嘛 所以我想说第一个 你应该是 我猜你第一个愿望 是不是希望可以找到好的女朋友 例如像杨澄霖啊 这种可爱的型的女生 或什么之类的 会不会 澄霖还好 澄霖就是好朋友 所以真的很难 干嘛那么快去唱 澄霖真的还好 而且我发现我忘了吹蜡烛了 要先吹一下 OK OK 好 耶 生日快乐 没有 又开始紧张了 果然 而且他不晓得 我们接下来干嘛 对不对 我们只刚开始 刚开始 蛋糕的背后充满着邪恶 不会啦 这个要让你好好带回去 好好吃一下 好不好 我建议你先放我这里 喂 好了 不要再闹他 他真的今天有点生病 就是现在状况还OK 赶快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的恐怖心理测印 要测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你是一个刚怀孕的孕妇 然后半夜被一个变态的食人魔捉到了 然后他想生吞活泼你呢 那你最害怕先吃你哪一个地方 对 你最害怕 就是其实是一件人害怕对不对 然后他还要 吃你 哪一个部分你是最害怕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部分 对 都是死 真的 第一个 就是吞你的眼珠 对 你活着 他直接戳了你的眼珠 拿来吃 你知道那个有多 花眼 对 花眼睛 拿汤匙 不要 不要 你这时候还有拿汤匙 很恐怖 第二个 就是吸你的脑尖 就可以插进去 然后就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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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要对准 小燕姐 你算吃的方面蛮专业的 她的专业人士 对 太专业了 第三个 就是吃你肚中的小孩 对啊 如果你怀孕 他可能就直接剖了嘛 就剖剖 然后扒开 然后子宫在这里 你就可能把这个 抓开 所以要两层 他先剥一块 那子宫在这里 然后再子宫再割开 你才办法 小孩才吃到小孩 这可以剥吗 可以喔 好恐怖 好恐怖 而且重点是我们都还没选对不对 太害怕了 这三个 你想选哪一个鞋子 最害怕 我最怕应该是 吞眼珠 对 对 因为我觉得 吞眼珠吞完之后 可是最好的也是吞眼珠 鼓鼓鼓啊 对 因为吞完眼珠 反正你也不知道它要吃你哪里 哦 因为看不到 你眼珠脚还在的话 你所有的都看得到 它是你哪边你都看得到 所以你就是直接就是让自己瞎掉 对 瞎了瞎 就看不到 OK 好 所以你是眼珠 那李老师 我怕吸脑浆 其实吸脑浆了 真的啊 因为要把它打开 对 其实在打开的 你就感觉那个脑浆机 好像就是就是这样 慢慢的抽离抽离 可是我跟你讲 吸脑浆也还好 因为它在打开你头颅的时候 其实那个痛指数没有那么多 骨头是最痛的咧 没有 它是钻啊 对 它会钻 而且是小洞嘛 对啊 它还好 对 哪里还好 就说你还是要安慰你 他说其实还好 来 佛老师 应该是脑浆啊 脑浆 因为那时候你眼睛还看得到 眼睛还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OK 它吸的感觉 你还能够感觉得到 好 来 唐老师 我是也跟吴克勤一 眼珠 眼珠 没错 我也是眼珠 好 观众朋友 大家都已经选完的状况下 这个题目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 小心翼翼来选这个答案呢 原因是因为题目太可怕 高老师 我们今天谷的是什么 不 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好不好 来 好 今天恐怖心意测验 高老师就来测什么呢 就是你内心先处最害怕的 就是最近老板有多想让你走路 我都想让你走路 是这样跳过吗 要让你走路 对 要把你赶走就对 对 怕不怕 给我手机 大家都很害怕 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刚刚怀孕的妇女 扮演了被变态的食人魔捉到 你最害怕的是第三个 我们都没有人选 就是吃你肚中的小孩 如果观众朋友 你选这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老板到底有多想让你走路 来看 恭喜你 老板还不会想要叫你走路 因为个性守本分的你 认真努力工作态度 让老板觉得放心又安心 根本不想叫你走路 恭喜你 你是所有的选项中 这是最认真最安全的员工 老板会觉得说 叫你做一样的事情 你会乖乖地做好五样十样 老板都还没有想到 你都把老板自后的服服贴贴 那嘴巴又贴 然后又乖巧 所以老板呢 爱你都来不及的 帮你加薪 升官来不及 怎么可能舍得让你走路呢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 真的恭喜你 在年底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安心 然后老板也会对你非常好 完了 可惜我们都没有人选 完蛋 对 怎么办 怎么办 不是那么没有创意的人 所以要看这本书 没有错 看一下 对 好 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是刚怀孕的父女 半夜被变态杀人魔捉到 你会跟我们的李老师 黄老师一样 会觉得吸他们的脑浆 会觉得非常的恐怖 那么观众朋友也选 跟我们这旁边两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近老板会不会想叫这两位 或是你走路呢 我们来看 你们正处于留校团 好惨喔 留校团 还好了 因为更个性容易情绪化的你呢 做梦不定的状态 让老板很难掌握 只好勉强的再观察你们一下 其实你们在老板眼中呢 就是一个怪咖跟一个怪胎 平常看起来呢 有蛮乖乖巧巧 蛮老实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另外老板会觉得说 其实你还是有一点点创意啊 还不错啊 所以老板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很乖 有的时候又很有创意 到底呢 要怎么样才能 把你这个野马驯服啊 就老板 还是把你留校观察一下 看你还有哪些才华 能够再被挖掘出来啊 所以观众选这个单呢 老板还觉得说 嗯 你还是有那个 潜在的价值在啊 所以观众选这个单 还不错咯 完了 对 完蛋了 这个是留校茶饭 对 怎么办呢 然后那个不会被犯掉了 已经摆明要卷铺盖了 慢出去吧 真的耶 怎么办 留校茶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耶 好 是不是要下一下将军令啊 好 帅 帅帅帅 酷酷 才能撑得住哦 好 好 太可怕了 对啊 吓死我了 杀人魔还要吃你的那个 眼角魔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吞眼珠子了吗 吞眼珠啊 那观众朋友呢 你刚怀孕啊 那又是孕妇啊 半夜被变态杀人魔抓到 会像这三位一样 唐老师 嘉谦跟客群啊 会想生吞他们的眼珠 如果观众朋友也不幸 跟他们选的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近老板有多想叫你们走路啊 来看啊 老板立刻想叫你们走路啊 等一下 立刻吗 立刻 所以立刻嘛 大概在一天之内了 你今天还是要录文 对 就是要出门大路 今天还是要录文了 好 立刻 立刻 对 其实 马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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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把我手机关机就好了 对 今天不要接 今天不要接 明天就好了是不是 对 好 其实个性越来越来越机车的你 立堆坚持跟想法 让老板头痛不已 恨不得立刻叫你走路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其实啊 用好的方面来讲呢 你们是非常有自信心啊 对自己呢 有无敌的自信 觉得自己非常的好 那很多的坚持跟很多理念呢 都很想跟老板分享 可是呢 另外呢 你又很白目 就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或老板今天生气的时候呢 你还是跟他讲你一大堆的理想 老板会觉得 你真的很奇怪 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么多理由真的让我很头痛啊 或者很多抱怨呢 我会觉得 天哪 不要再说了 所以观众选这个单呢 要特别注意啊 虽然你非常非常多的理想 也很有自信 可是呢 还是要懂得看老板的脸色 如果老板真的一个生气出来的话 第一个呢 想要辞掉的人呢就是你哦 所以观众朋友要小心一点哦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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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老板真的要把他辞掉呢 真的要开除你怎么办 不行啊 他的答案是说不行耶 他是没有办法说不行 我们还要报答他的恩情 你会用什么方式报答 没有 只要能够多帮他赚一点钱 没有 其实我觉得在 因为在做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时刻他其实很相信我的想法 他有时候你要创作人 也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对 意见相左的时候呢 他其实很让手 但是我现在看了之后我知道 他是在让我 他已经快要抓狂了 对 他有一个临界点 对 好 了解 以后了解 所以这一次你就是 就是学乖了 学乖了 然后要好好听一下老板的话 没错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咧 就是你还会怕过穷日子吗 穷日也倒还好 对 反正有 我觉得什么游舍入舰 游舰入舍我都OK 反正穷日子就是 是少一点 可是没那么好 反正我也不爱开车 所以没有车 你现在看起来吃的也不多 对 对 因为你现在操劳过度 对 那你那个房东的钱还了吗 还了 而且还多还两个月 OK 报答案情 对 对 那个房东现在应该很感动 而且就是 我赌对人 对 我赌对人 这个人是懂得职人赌报的 对不对 OK 好 没有 他会跟我很高兴 原来不是我帮助风水不好 没有没有 好 既然唐老师讲到风水 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 针对了这个老板 会不会开除你这件事情 有些人呢 这个老板呢 开除员工 可能就是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缺失 不顺遂 让老板这个不舒服 所以可能就被开除 你工作上就不顺利 不顺利怎么办呢 来 黄老师来告诉大家 从我们的风水995 风水995 的方面 来看一下 我们工作上面呢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来 好 我们从风水来探讨你的工作 尤其是办公室的风水 最严重的话 就是老板立刻前去走路 没错 而且是立刻 那走路之前 这些状况可能都会遇到 第一种状况就是忙到爆肝 怎么抱心肝炎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状况很恐怖 他说忙到爆肝也不能加心 好 这种风水是什么 提醒你注意 看能不能化解 看能不能改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座位压凉 我们讲 这很准 通常如果都是平的话 大概就无所谓 是 但是有的它们 天花板没有修饰 就刚好有凉 对 你的位置就在那里 会怎样 那就因为来讲你被压嘛 就表示你做事情没效力 或者说你不能出头 那怎么办呢 那这种状况 我们去看一下它怎么样化解 当然最好叫老板 帮你换座位 如果不能的话 你用红色的原子 来贴在凉的上面 这个其实在文具行就有 红色或者这种橘子色一样 这红红的东西 就直接你把它贴在凉上 去把它化掉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也是在我们 一般办公室里面 常常会遇到的 这是因为小萝卜头 这很可怜 对 来了新进人员 你就是坐那个位置 什么位置呢 座位的背后 刚好有人走动 就是你背后是走道 对 人走过来走过去 没靠 一方面你心里呢 没安全感 第二方面呢 你的工作内容呢 人家走过去 同事都会看一下 你到底在干什么 隐私没有 没有什么隐私 因为比如说上NS的老板 就在你后面看 然后小子又在聊天 好 那这里是有化解方法 怎么化解呢 这个有点不太容易了 不像刚才那么简单了 要怎么化解呢 你背后加个屏风或者隔屏 我们现在很多那种 办公桌后面可以有那种隔间的 对 看能不能隔就最好 隔后面 万一老板不肯 对 因为这个大家都这样做 不行的话 我看你也是很倒霉 看能不能想办法换位置 那 所以有的是无可耐 不像你家 你家你可以随便你去弄 对 办公室呢 你的上司 你的老板不给你换 你真的没有办法 对 好 我们看第三种 第三种就你一定可以做到 这个你如果有的话 你马上可以更改 改进了 就是办公的桌子跟办公的椅子 杂物凌乱 乱七八糟放 老板经过你座位前 心里就烦 你到底有没有在办事 给你找个文件 你也找不到 然后私人的东西 皮包 各种的零食 桌子上 什么东西放在一起 就是东西乱丢不整齐 什么之类的 那这种呢 自然你有这样的习惯 你做事情一定没有调理 没有头绪 对耶 我也是这样子 难怪我们是那种 要立刻被派出的 那这种很简单 这种化解最简单吧 你就把它整齐 维持整齐干净就好了 这个太不简单了 真的 太难了 这哪有简单 光老师 其实要一个乱的人 变成干净很难 很难 我宁愿家瓶或者是贴贴纸 都简单 我这里还顺便贴一下 你办公桌上面 办公桌上面一定有东西 你也不能全部清光光 清光光老板觉得 你没有做事 还是要摆些东西摆干净 摆整齐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归在什么地方 自己就是规划好 这个很难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种 这也是很讨厌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爆肝也不能加薪 已经很惨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你是不管你怎么样 老板就主动找你麻烦 不管你做得好 做得不好 很痛 那个就是没办法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般上班族 他们的办公室封锁要注意哪里 第一个呢 是座位冲门口 就是大门进来就是你的座位 你接待就没有关系 就是那种接线生或什么吃的 那个没有办法 我是说一般的 刚刚新进人员通常都坐那个位置 对 那个位置真是倒霉 为什么会倒霉呢 老板每天都会看那个位置 因为老板每天都看门口 你就在门口前面 就是看门口 或者厕所门口也一样 老板会上厕所 一出来你就是坐在那边 真的倒霉 对 不是那种感觉 第二个他就不会看 就看门口 真的在厕所门口已经够倒霉了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化解 第一个呢就是在换位置 如果不能换的话 桌子的前面以小盆栽挡化 例如说你的座位前面 放几个小小的小盆栽 大不可能大的 小小的 挡掉那个盆栽充的煞气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 也是办公室很多人做 一间大办公室可能是二三十人在做 是不是更多的人在做 这时候刚好你的座位上面的灯泡 就是不亮 刚好就是灯泡坏了 那等他坏就好了 这时候请总物换 但是总物不换 你自己换 一定要亮 不亮就表示什么 这一个座位照得比较暗 感觉就比较衰 然后老板就觉得你在懒多 在拖懒 你在没做事 因为他一看过去 那个角落就是暗暗的 坐在那边的人到底在做什么 你在干什么 所以照着也很简单 对 换灯泡就好 所以他的化解方法太简单了 就是灯泡 有坏 有坏 你就赶快换 自己换也没关系 让这个气看起来亮亮 气比较亮 OK 还有第三种状况 你的第三种状况 就是怎么样老板会找你麻烦呢 就是你的座位 刚好在老板的右前方 假定 现在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是老板 我前面有两个座位 一个是左前方 一个是右前方 这时候呢 左前方比较安全 右前方比较倒霉 为什么右前方倒霉 你看一下鼓桌的打仗 左边因为是心脏 拍地是拿着盾牌 绑到自己 右边他拿着签 拿着刀 都会去攻击 所以你要打都会攻击 一定攻击右前方的位置 哇塞 那个人真的倒霉 所以你这个位置 只能当心中 有时他老板们心情不愉快 心情他事情做错了 他就先骂这边这边 没错 右前方这边 而且这个是人的自然反应 你看喔 你骂人的时候 你不会说 你这个很难耶 你试试看 你往左骂很快 右骂好快 很顺 就是你喔 去帮我骂什么 去什么 好 都是右边 对 真的 右边好可怜 那如果老板是左撇子呢 当然这是很少数的例外 对 我们只一般状况来论 左撇子就要注意左边了 当然如果详细观察 先问老板说 老板你是右撇还是左撇 对 我在看 你再决定你要坐哪里 对 那这个是很可怜的 你坐为你别得选了 你不可能说 老板我不坐这边 我要坐那边 对 会被老板卡死 所以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这个倒有 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是椅背上面用红色的装饰 例如说你红色的变迹 椅背 老板在后面对不对 这边有个红色的椅套 或者椅垫 坐垫 摆着 就是这种感化的感觉 一种化解的方法 因为要红色 如果太红色 老板可能没想到看 不是这样 红色是吉祥喜气的化鞋 那个染红头发可以吗 不行 染头发的话可能要立刻 穿红衣客 我跟你讲 你染头发 老板会说你不要欣利益 对 那穿红衣服呢 那你不能每天穿红衣服 好难啊 可以说化解 你干脆就是一个被 可以问老板在你后面吗 只有化解 可以啊 红衣子可不可以 红色比较少 但是你可以上面弄个座垫 有啊 现在很多那种办公仪啊 都是有红色的那种躺着 还蛮舒服的啊 摩登式的 你躺着老板一看 跟你打下去 对 讲什么 口外套在后面就可以了 口外套 对 口外套 这也是蛮坏的老板耶 真的是很难相处耶 对啊 你还敢讨厌的员工 弄一个饮店就好了 要怎样 好 请各位做参考 OK 好 所以这两个状况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子你的工作上面呢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就问一下 我们的唐老师 因为大家都希望 自己的工作运 越来越好嘛 所以在这边 从我们的陶老师来做 十二星座的分析一下 这个十二星座呢 分别它的工作运势 来做个股市分析啦 所以在这边从我们的陶老师来做十二星座的分析一下 这个十二星座呢 分别它的工作运势来做个股市分析啦 厉害啦 来看你的是涨还是跌啦 好 来 我们先来从跌停的开始 很公平啦 说一个星座有时候呢 有涨有跌嘛 那这个只是年底 现在已经十月多了 快十一月了 是 所以剩下这最后两个月 没错 所以如果不好的话呢 还是可以期待来年的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 不好就下地狱啦 不好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上身 像那个吴克群呢 太阳星座是天秤座 上身星座是狮子座 是 所以待会看看狮子啦 天秤啦 各式落在哪里 就知道了 好 我们来看跌停的有哪些呢 大家最好都不要上吧 有太阳上身落到了 牡羊座 或者是 巨蟹座 或者是 摩羯座 或者是 李老师要跌了 还好 还好 都还没有 好 小心喔 为什么这几个星座的工作运 股市分析跌停呢 向牡羊座的朋友注意了 因为机会还没有来临 所以还没有开门 那你现在做很多事情 也算是徒劳无功 是 然后或者是 你现在的投资 都要有注意卡在那边的准备 对 所以对牡羊座来说 工作方面呢 你自己可能就要省点力气 或者是不要太大刀阔斧了 对 那巨蟹的朋友呢 是属于那种气势比较下跌 那虽然位置还在 但是有可能呢 别人正在伺机而动 所以如果你是处在一个 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 只要你露出一点疲态 是 别人就会觉得 那我赶快赶上你的位置 对 把你站住了 那当然对巨蟹来说 就要步步为营了 是 那至于摩羯的朋友呢 是属于运气没有 运气不在了 对 他之前有一波小运气 所以可能很多事情都特别的顺利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运气了 都要靠实力来去拼斗 而摩羯呢 最近身体又比较不好一点 也就是说两面腹背受敌了 那至于水瓶座的李老师呢 是你的焦虑比你的好运还要多 就是最近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是 他在烦房子的事 对 所以其实水瓶座不是没有好运 但是我没空啦 对 就是那种我没空去做这个事情 很多工作全部迪雷 对 都迪雷了 就因为弄房子的事 好惨喔 你的房子也快要好了 可是我还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家庭有多好呢 现在有持平跟小平两种 我跟你讲如果说不要叠就好 持平我还OK 没错 持平的有哪些 像我们黄老师的金牛座 好 客群的田银座 中海一 我的田蝎座 好 还有生手座的朋友 对 注意 好 那金牛座的朋友呢 是你的声势可以持平 但是你得花很多力气去维持 你如果不去努力维持的话 可能就会往下掉 是 可能就会有一点声势往下跪 可是这是基本上你可以努力的来的 所以我们是在持平的这个股份当中 OK 那至于田银座的客群呢 是你有小运气 其实田银座是有很多小运气的 可是你也要运用小权谋 也就是说还是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人事物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你得花点力气去处理这些复杂的状况 有些人说话是话中有话 你得听懂这个话中有话 所以要花点脑力 了解 那至于天蝎座的朋友呢 是属于那种局面尚未明朗化 有些运气已经在敲门了 你也觉得你不是吃不到 但是因为还没有明朗化 所以你得暗边不动 你得等事情明朗化再说 所以要稍微再耐心等待一点 那至于太阳上升射手的朋友呢 是属于正在脱离苦海见到曙光 可是你才刚脱离苦海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先休息一下 洗澄一番啦 好我们来看 接下来就是掌平板的咯 太阳上升 这些星座的朋友恭喜你了 嘉谦的双鱼座 高老师的狮子座 还有嘉谦上升在这里 还有 以及 双鱼座的朋友 你嚣张什么 真的很嚣张耶 高歌一曲 你不要忘了 你刚刚抽到挖眼睛喔 什么东西啊 对 快要被摔掉了 你拍什么时候啊 我上升在狮子嘛 对 对 不想这样 我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像双子座的朋友是声势恢复了 很多麻烦事过去了 真的 对 接下来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麻烦的事都过去了 那至于狮子座 你说就是太多人追这件麻烦事吗 好我喔 就说变态杀人魔追你 好 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 那至于狮子座的朋友 是属于地位 所以开始越来越稳固了 有没有 地位稳固了 然后呢 你也过关斩将过了 酷 对 你已经 酷 我给你讲这个将军令太棒了 那个气势整个都出来 对 将军令 说的也是 特别是上升狮子嘛 对 上升狮子本来就是要做有气势的事 对 那个气势一定要拿出来 真的 你不要唱温温的歌 不要 就是气势要做出来 然后出门的时候都带鼓 咕咕咕 我出来 我给你咕咕咕 那气势多好 人家又有神经病 我们来看一下 那至于上升太阳 初女座的朋友呢 恭喜你了 终于挥别阴霾了 而且工作接不完 真的 生机蓬勃 好 他们在说我吗 上升只占20% 谢谢她 好 那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的朋友 是站上舞台了 是喔 而且是一药龙门 所以真的很不错 很多双鱼座身边 都发生许多的奇迹般的机会 而且工作上的转型也相当的顺利 所以太阳上升路外十二星座的人 各自有工作上的掌停 双鱼和齿平 大家参考一下 好 所以在工作运方面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 像这个客群就是还不错 对不对 不是齿平 就是很有掌浮的空间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在工作方面 那感情方面呢 你觉得你在感情方面 是属于那种大男人还是小男人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大男人 可是我觉得大男人也可以大男人 可爱一点 你真的是有一点点而已吗 算算很严重 天庭座耶 好啦有一点严重 但是我 可是不是那一种就是 像我不会去管对方 一定要做什么事 他不会管 所以我是不管 那你的大男人 我只觉得大男人就是对方 要尊重你 对 然后你也要尊重对方 就是你要很能够好像去照顾对方 能够帮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其他的还好 反正不管太多 我知道说你在这个专辑里面有写了一首 因为在将军力里面 对 写了一首有关于这个野蛮女友的感觉 就是男佣 对 对 因为那时候写这首歌就觉得说 男生在追求女生过程当中 就是会无所不用其其就是接她上下班啊 上下课 然后做很多的事 就像个庸人一样 对 那你有过过这样的女生吗 还好 可是 就是 会帮我整理家里啊 真的啊 以前我觉得有交过 然后他们其实 我觉得女生有时候是很体贴的 对啊 那男生呢体贴 常常会体贴一阵子就 没错 可是有些女生体贴是前面先装的 对啊 装嫌会啊 像我就会啊 所以后面都是叫她 就没有的 也有去搞对 就是到手就没有的 真的哦 那你是根本是男生的行径 对 他在电脑上跟我讲说 我要去做饭 我说你 你做饭 他说煮冷冻水饺啦 好烂的 就是有你们这种女生 所以才会有男佣的产生 对不对 对 那你有曾经帮过女朋友做过什么吗 最难用的是 最难用的是 最难用就是 那时候很穷嘛 那时候骑着摩托车 从板桥骑到中立 对 然后就是送一盒早餐 因为他要考试 真的 他要考一个很重要的事 然后就送一个早餐 那是最厉害的一次 哇塞 然后他有怎样吗 有 他那次就考上 真的 然后他就很开心 后来就 好奇 没有 后来就在一起 好奇了 好奇了 这个算是有成功的 善爆 对 有善爆 好啦 那让你唱这首男佣好不好 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 耶 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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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男佣 一周全年无休 让你越过越轻松 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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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听耶 你知道这首歌啊 没有配音乐啊 其实很难唱的耶 他唱得很好 他唱得很好耶 而且是轻唱耶 实力派歌手耶 这个做妈的听得蛮新生的耶 为什么 是我儿子的在座的时候 他在做别人的男佣 对 对 对 你没有唱的他也有做啦 他唱 你没有唱的他早就做过了 可是唱的你没有给他妈做了 所以这种啊 就是叫做命很贱 你到底好不好命啊 就要问一下我们的高老师 从我们开始上测验 大家来测试看看 在感情中的你呢 你的命到底有多贱 好 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常常一不小心啊 不是当了男佣啦 就是当了女仆啊 所以今天水上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前一趋 我们测验一下呢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的 你命到底有多贱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就可以知道了 来 如果呢 你不小心出车祸 然后受伤了 对 你到底好不好命啊 你最害怕 失去自己的哪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 失去恋爱的记忆 对 就脑海中的橡皮擦 慢慢慢慢都消失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丧失了语言的能力 对 就没办法说话了 第三个 失去两条腿 对 这还蛮选的 对 三个 你最别 两条腿我是没关系 对啊 对 我觉得一二很难 对 我觉得可能 上是语言的能力吧 OK 二 我是二 对 然后李老师 我也选二 二 好 那黄老师 我是选三 三 二很无所谓嘛 你可以打电脑啊 写字条啊 我还说 黄老师有没有语言能力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对啊 因为他开始在说话 你不能走路那不对了 对啊 你只要学会说我要吃饭的 这样就好 对 就是那个耳朵 对 用手可以啊 没错 不然就这样子 吃饭很快 来 唐老师 三把 我也不喜欢失去两条腿 虽然不能说话 我如果失去两条腿 好 观众朋友都选完呢 我们请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的命到底有多贱了 好 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出车祸啊 你最害怕呢 就失去第一个 失去恋爱的记忆啊 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啊 如果观众朋友选这个单 我们来看一下呢 谈恋爱的时候 你的命到底有多贱呢 我们来看啊 你呢只有贱命一条哦 因为你一谈恋爱呢 就会不自觉地做见自己啊 会为对方做出 任何各种被虐的事情啊 自己还觉得蛮值得的 觉得这就是爱的代价啊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你就太重视感情了 你会觉得说 爱呢就是要全部的付出 然后呢什么都不要管啊 只要爱对方就好了啊 所以那一身处 其实你有被虐待的基因啊 对方呢 其实对你很好 你反而觉得 这不是真爱 对你越坏越虐待你啊 不管言语 这才是真爱 他才是真正的爱我啊 他可以不顾一切的虐待我 然后我才能够付出 还要激发各种潜力啊 这才是真爱啊 所以观众朋友觉得 这个代价呢 要特别小心啊 就说爱吧 只要谈到恋爱了之后呢 什么人才 什么全部都给他 你就觉得这才是真爱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OK 好 所以还好现场 没有人选这个部分 对 因为通常都是别人失去 恋爱记忆你才会痛苦 对 自己失去的话 还好 因为你没有感觉 对 好 这个来看一下选择二的 上师这个语言的能力 上科群 科群选的 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不小心出车祸 最害怕呢 又是上师语言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呢 谈恋爱时候呢 他们的命有多贱呢 来看一下啊 你们呢 只有狗命一条啊 一谈恋爱都会把自己当狗 一样啊 会学习自己呢 乖乖听话 每天都会想一些法系 逗对方的开始 所以黄老师也是选这个吗 黄老师跟客群啊 黄老师跟客群啊 所以像客群也会觉得说 天哪 我要做什么 做早点吗 讨好他 对 讨好他 还是抬机车 还是写那个打油师 就每天这老狗 都要变成一些新法系 对 另外一半才会讨另外一半高兴 那经过多次多次 觉得法系越来越新鲜啊 另外一半才觉得 还能慢慢能够接受他 再加上他觉得说 就算呢 我没有一些新法系出来 我只要乖乖守在他身边啊 做一个很温柔很乖巧的狗的话 那另外一半会觉得 你这个好可爱的小狗 很爱你啊 有个人朋友 这个答案 你要跟客群也要谈恋爱秀呢 他只剩一条狗命了 哦 有没有人听话啊 没有到那么狗啦 小狗 但是我觉得 让对方开心是很重要的 对 想要对方跟你在一起 然后他不开心 我觉得那是很惨的 对 就可能在一起的时候 话不需要多 但是至少要让他能够快乐 对 或是偶尔想一些东西 让他开心一下下 对啊 还不错 还会想 狗命一条太惨了 好 那各位看 要选择三老师去两条腿的 像我跟唐老师 还有黄老师选的 给他们三位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们不小心出车祸 最害怕是失去双腿 跟这三位样 如果观众朋友呢 你也选这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谈恋爱时候呢 你们的命有多贱啊 恭喜你们 你们目前是好命一切啊 因为恋爱中呢 还能尽量做自己的你呢 维持互相尊敬跟体谅啊 在大家眼中呢 还算是个好命人啊 这类型呢 你在感情中 其实经过很多很多次的恋爱学分啊 一次一次的修了之后呢 现在已经慢慢也开始要毕业了 所以你懂得互相征进 也互相照顾对方 也会跟另外一半讲说 哎 你不可以做一些任性的啦 或是一些让彼此伤心的事情啊 所以呢另外一半就想想要任性 或是耍脾气的时候 看到你这么严肃的时候 也会熟练一点啊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 真是蛮恭喜你的 另外一半眼中呢 其实呢 你会觉得你是一个蛮成熟的人 然后我们大家会觉得呢 在感情中还算是个好命人咯 哦 所以还好呢 恭喜你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熬出头来了 很熟了 是好命人 可是那些没有这个 有些选到那个狗命的跟贱命的 可能在感情方面呢 你就是因为自己的个性 所以会有很多的阻碍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有些人呢 尤其是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他的行为有多令人拔直 可是呢 一旦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朋友就会说 你这个行为 真的太令人唾弃了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犯什么星座男生呢 一旦谈的恋爱 就被他的朋友给唾弃了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会被唾弃的行为呢 就要看男生的太阳跟火星了 那因为火星呢 是在恋爱激情的时候 积极的表现 所以这些星座的人呢 就会让朋友们看得很明显 觉得还蛮值得唾弃的 那我们来现场 只有两位男士 就是客群跟我们的黄老师 客群呢是天平座 那火星呢是落在狮子座 所以等一下看天平 还有狮子到底有没有上榜 好 那至于我们的黄老师呢 是太阳在金牛座 火星在双鱼座 所以看金牛双鱼 到底有没有上榜 那我们来看第五名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射手座的话 是谁要被托弃 射手座平常跟大家都是哥们型的 但是呢一旦谈恋爱啦 它就会神秘兮兮的 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尽力 在保护它的恋情的那一种型 比如说如果平常就是行踪 行踪变得很神秘之外呢 你问他什么他都跟你打哈哈 那朋友就会觉得 干嘛变得那种不诚恳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扣露出一点 觉得说 你今天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 有点伤到他女朋友的感觉 射手座就从此比你见面 就不也 或者是说 你这个哥们还是很重要啦 但是下次不跟你提他了 是 对 而且那种 如果你再强力地 去介入他的这个意见 感情 很多射手座会露出那种 很不耐烦的表情 所以你会觉得这哥们 简直是变直了嘛 对 好像太过瞧不起我们 男生的意见了 对 那因为射手座知道 他女朋友的好处在哪里 所以他的那个防备的态度 会让哥们很唾弃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是谁呢 太阳火星 如果落到了我们黄老师的 金牛座的话 哇塞 其实平常就蛮让人唾弃 不是只有 谈恋爱真的 不是 黄老师你有曾经做过什么 让你朋友说 黄老师你也做这件事吗 做什么事不晓得 不过朋友确实 一群一群一群透掉了 不是都透光了 真的喔 对 没有了 为什么 是因为就是谈的这个恋爱 就不理你朋友吗 不是就是他其实会把对方说的摆地 就会满 就是平常讲的一副大男人主义的样子 对 但是那是婚后 在婚前还没有拔到手之前 金牛座真的是很听话 你只能有很听话三个字 陪伴要什么他照做 对 然后说什么买花很浪费 谈恋爱的时候还不是会去买花 对 就是觉得 而且女朋友说要花他就买花 虽然他也觉得很浪费 但是他会照做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其他的男生眼里看来 就觉得你干嘛那么听话 你女朋友那么刁蛮 你还是这样疼他 那金牛座的男生就会有点 表现得好像怕老婆 对 怕女朋友了 他不是怕老婆 他是怕女朋友 就是 他就是大小姐嘛 就还蛮让人女生的 男生就会觉得乱眉气魄一把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这个会让朋友唾弃的是谁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我们这里没有 处女座的话 处女座会做到蛮没有男人尊严的 真的 比如说接到女朋友电话就很高兴 然后呢自己再忙再累 还是要去接送情 太阳了 对 那处女座就是以体贴健康 他尤其喜欢表现他的绅士风度 所以帮女朋友做牛做马 他会觉得非常的光荣 有面子 因为服务女生嘛 让女生很开心 所以在男生看来就是 你竟不懂得懂 谈起恋爱来像小李子一样 可是处女座却非常的骄傲 他觉得能为女生服务是他的荣幸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是谁 太阳火星 如果落到了客群的 狮子座的话 好吧 上榜了 好 其实狮子座的人 是那种表面威风型 虽然表面威风呢 但是其实什么事情都受制于对方 尤其是情绪 有没有 不想说啦 真的 一定有 一定有 她现在很害怕 爱面子而已啦 对 她情绪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她是属于那种一边嘛 她就说什么东西嘛 我告诉你 我是很大男人主义 然后女朋友通电话来 她就躲在旁边 对 不对 对 她就会 不是 现在吗 一定是现在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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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有工作上的需要开 我要走了 她就是属于这种外强中甘心 而且呢 如果女朋友对她稍微 比如说闹得有点僵 整天脸就是臭的 脾气就很不好 她就说 走开啦 然后你就问她为什么会这样 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跟女朋友吵架了 所以一言一行 都被女朋友的情绪牵绊 那在哥们看来就觉得废掉了 然后看她喝不饭酒 一定又是吵架了 看她不出门 心情不好 就觉得干什么 这么男人做得这么没志气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是谁 这个被人唾弃的是太阳火星 如果落到了 不好意思 还好我不去男的 天蝎做了 这个只想跟对方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要跟对方黏在一起 包括什么工作上的旅行 如果可以的话 她也很想跟老板说 老板 不好意思 我如果想带我女朋友 那不知道这个机会 可不可以夹这一份 我愿意出钱 就是那种干什么 你连男生最在意的工作 你也要跟你朋友连在一起 所以很多天蝎座 尤其是热恋的时候 那平常也是 她就是带着自己安心 所以做任何事情 你就看她工作之余 她就开始打电话 情话粘粘 然后跟另外一半 热线你和我 旁边的男生看了 就会觉得 是不是男人 是不是男人 而且你如果叫天蝎座出来 咱们哥们要聚会 她如果说好成定 我昨天没睡好 所以一定要补眠 一定不可能 一定是女朋友召唤 所以你就会觉得 真是一件所望有 所以天蝎座 五个星座的人 都有可能是属于一盘恋爱 就让男性朋友 有唾弃的男生 大家注意了 OK 好 而且这个上榜的人 应该都是所有的 女性朋友的最爱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错 被男生唾弃的那些男生 就是我们女生的最爱 所以其实上榜 我们都好开心 OK 好 那接下来问一下 我们的李老师 从我们的姓名学来看一下 我们要从这个姓名学的角度 来看一下 你在感情方面的阻碍 都是从哪边来的 好 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 从我们的姓名学来看一下 我们要从这个姓名学的角度 来看一下你呢 在感情方面的阻碍 都是从哪边来的 来 李老师来告诉大家 好 这个感情受阻谁之过 都是姓名惹的祸 所以有人感情走的是 你在那边打油尸吗 老师 老师也会打油尸 老师也会打油尸 老师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那句话讲得真好 真的吗 对 感情受阻谁之过 都是姓名惹的祸 讲得真好 来来来来 为什么有人走的就是一帆风顺 有的人走的就是头破血流 其实正在名字当中 早就是一目了然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就要从名字当中 告诉你 你这个感情受阻 到底是多么的严重 不过呢 我们在讲之前 我们这里先有个范例 观众朋友先看一看 是 先把你的名字拿出来 好 就是三个字拿出来算一算 那我们这里有两个范例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 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 大家一起看 它叫做连移针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必须要看三个格 就是人格 地格 跟总格 那么人格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姓加名字的第一个字 但是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有部首的问题 以这个连来讲 它是错字边 所以这个错呢 我们要算它 一共是七话 所以这个连整个来说 它是十四话 夷呢 因为它是树心团 所以我们要算四话 就是心脏的心那个笔画 所以我们的人格就是 连加夷 十四加九 人格它是二十三话 地格呢 就是名字 两个字相加 名字它叫做夷针 夷呢 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九话 针 观众朋友 这个是针是斜玉旁 所以它不是四话 要算五话 所以针它加起来 整个加彩是十话 地格就是夷针 九加十 所以它的地格是十九话 那么总格呢 它就是连移针 总的数字 加起来它是三十三 所以连移针 它的总的是三十三话 所以观众朋友 一定不可以忽略到 部首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范例一 它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有人呢 它可能就是单字 像这个范例来讲 它叫做成名 可是这个成因为它的耳朵 都是在左边 左边呢 我们称之为户 所以这个耳朵 我们要算八话 成不是整个这样 一个耳朵拉下来 算四话 八话 所以姓成的它是十六话 然后呢 明是八话 所以它的人格就是 成加明 十六加八是二十四话 是人格 但是地格不见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字 所以观众朋友 不管你今天叫成明 或是叫薛丁 然后或是叫李四 只要是两个字的 你的第三个一定是加一 也就是把这个明加一 所以它的地格呢 就是九话 那它的总格是怎么算 就是成跟明 千万不要把这个一 给加进去 加进去 整个总格就变了 所以它就是成 明 总格就是二十四话 也就是说单字的人 它的总格跟人格的笔画 是一模一样的 那观众朋友 你算好之后 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就是 因为工作因素造成 聚少离多 影响到你工作的阻碍 这个是人格跟总格 那么这两个格呢 到底里头有什么数字 会造成你感情有阻碍 就是人格或总格当中 有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七跟四十五 是 当它出现在你的人格 跟总格的时候 那你感情 会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这个原因 很好 会因为工作 跟另外一半 没有办法配合到 你像有时候军人 他常常不在家 他甚至 对对对 像有的是船员 像还有一个 我碰到一个就是 他是房屋的销售人员 当他们房屋在大麦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到两点多才下班 所以造成另外一半 不谅解 对 不谅解 认为你都投注在工作上面了 即便当初爱得要死 也因为是 好像你爱工作胜过爱我 那感情就是 从此就搁一边去了 其实这个对当事人来讲 其实是蛮无奈的 总共因为为了感情 而放掉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其实人格跟总格 有这几个比划的人 他们的工作能力真的是超强超强的 所以因为工作而在感情上面 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圆满 所以他们的心情来讲 其实是蛮闷的 我倒觉得 有这种比划的人在工作上面 你应该去找一个 可以跟你匹配的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 其实也是很忙碌的 所以个人有他的一片天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好 我们来看 第二个组合是得不到亲友的祝福 好 这个也是要看人格跟总格 里头有的比划是什么呢 就是 11 17 31 32 38 39跟43 一个婚姻或是一个感情 得不到亲友的祝福 其实过得是蛮贴心吊胆的 那这个得不到祝福 大概会有几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成就上的落差 成就上比如说 女的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主管 高级主管 对 男的是一个小职员 对 所以人家就会说 哈哈 这是高攀了 对 这个看样子是走不长久的 没错 还有一个呢 是门户上的落差 就是贫贱之间 一个是豪门 对 一个是小家碧玉 一看就是 这个是 反正 你没有那个命 尽他们豪门的 还有一种 就是相貌上的落差 美女跟野兽的这种匹配 久了久了也会说 你一定会后悔的 所以这个 人格跟总格 有这几个数字的 他们得不到祝福的原因 是来自这一方面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观众朋友要叫 请你们看 逸格跟总格 是 好 那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结了婚 就是两个人 经济状况都是不好 对 就是会为了钱在那边吵架 对吧 那吵久了吵久了 感情也给你吵冷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虽然说你们的经济状况很好 可是对方败家 喜欢乱买东西 买久了买久了 也会 对 该买的已经买了 不该买的 他还是拼命的买 所以受不了 也会因为这种钱的因素 反正他们只要一吵架 就是为了钱 因此分手来讲的话 就是那么一个主要的因素 好 那观众朋友如果 吻合了地格跟总格 有这几个 十 十四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六 三十四跟三十六 那么婚前在钱的协议上面 最好是彼此先沟通一下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呢这些就是 对 那像客群他的钱 他自己管就还是说 他可以跟他女朋友一起管 还是说给他女朋友管 你觉得呢 客群他的财博工品漂亮 他其实他可以 自己有一部分 放在不动产上面 但是他的现金也不要买太多 因为他有时候 花起钱来是蛮可能 乱花 对 好 我懂 我懂 两个人都会花钱那就糟糕了 好 所以这样就知道 就是在感情方面 如果说有些阻碍呢 其实这个老师有提供一些意见 给大家 大家做个参考了 那接下来赶快进行 我们今天的测字DIY 我们今天要测的是 最近我会做错什么事 好 所以这样就知道 就是在感情方面 如果说有些阻碍呢 其实这个老师有提供一些意见 给大家 大家做个参考了 那接下来赶快进行 我们今天的测字DIY 我们今天要测的是 最近我会做错什么事 而且是加强版 黄老师 好恐怖喔 今天是六个字 六字真言 来 好 今天我们测的当然是要测最近 这最近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 到底我会做错什么事 那做错事情的话 一定你的精神压力会紧笨 没错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六个字 精神压力紧笨 选中这六个字里面选一个字 你们要多选一个也可以 不行 多选多错 好 那就选一个字 观众朋友麻烦你也一起来选 从这六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 最近我会做错什么事 好 来 可琴姐先选一个 我选金 金 好 那李老师 利 我选利 OK 那我们的高老师 利 你也是利 唐老师 你也是神 神 好 我也是利 很有利 对 因为就很简单 对 因为怕麻烦 对 怕做错事 好担心 就找一个比较简单的 对 OK 好 黄老师来告诉大家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揭晓 观众朋友视频今天选好了 一直来看看答案 到底你选哪个字 就注意小心 你最近会做错什么事 好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字有人选 三个字没有人选 对 从没有人选的开始来揭晓 但是观众朋友也许他都选到了 对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鸭好了 鸭 鸭我们现场没有人选 观众朋友可能会选到鸭的 如果你是选鸭的 最近你会做错什么事情呢 向人吐槽 惹来厌恶 就是说你可能是讲到老板的坏话 对 或者讲到别人的坏话 那你就犯到口舌是非了 好口舌 尤其是小鸭 你不要讲到你的重要人物的坏话 对 不然就是那种老板 在吹嘘自己说 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这个业绩 这个真的是做得还不错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就 太多了是你去人家门口 求人家你少来了 对 就是这种意思 对 住场 这个叫你小鸭 对 这我常说 还好我今天没选择 这件事情你不会做错 对 OK 好 因为你看一下这个鸭的上面 就是量然厌恶的鸭 然后这个就是吐槽的吐 好 再下去是锦 锦也是现场没有人选 但是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选锦的 你注意一下 最近你会做出什么事呢 选锦的答案是 就是态度坚硬 拒绝沟通 就是你最近做的什么事呢 你拒绝接受别人家的意见 你不跟人家沟通 那这样呢 那在工作上也好 或者感情上面都有可能 这些的话 你可能很难去弥补 你做的事情不好补救 好 因为各位看一下 这个锦的上面就是尖的开始 下面这个锦呢 就是拒绝的解的开始 好 就是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好 最后是崩 崩也是现场没有人选 观众朋友 如果你选崩的 最近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看一下答案是 欠钱纠纷导 导致崩溃 就是你跟 你欠人家钱 忘掉了 对 或者这个账户 账户不清楚 人家跟你吵了 那让你崩溃了 这真的是这种措施 真的倒霉 这个原因 各位看一下 这个崩就是崩溃的崩 那这边就是纠纷的开始 好 那么再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金 金的是武克群你选 克群选的 对 克群选的金 或者观众朋友 你跟克群一样 选金的话 你最近会做错什么事呢 情至糊涂 破财失神 这是情惹的祸 好硬喔 这表示你最近爱错人了 你的错事是爱错人 等一下 你这阵子有喜欢人吗 OK啦 什么叫OK 太重了 OK就是一个模拟两可的答案 真的喔 你有喜欢的对象吗 现在 算欣赏 真的啊 对 欣赏 但是应该不会让我花到钱 应该没什么 真的啊 因为只是朋友 师生没关系啦 师生啦 师生 师生 我会到师生还远的 不要师生 他们有打算要追人家吗 工作结束再说 就是先让朋友 就是先让朋友 对 先让朋友 OK 不要摆出一副在街角的感觉 这是你摄影摸 我这么明显吗 而且我从头到尾在问话的时候 我都是装都不知道什么新闻 大新闻 没有啦 哎呦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的解释 好了 不愧啦 这个字 这个经 这边就是情人的情的结果 这边就是糊涂的糊 所以呢 因为你会选到这个字 表示你的先天的印象里面 对这个字 或者这个字里面的内容呢 有些感应的 所以你注意对面那个女孩子 如果是女的 你选到这个字就是男孩子 就是对象 你的对象的名字里面呢 小心有这个米字 或者青字的性 米字 例如说迷人的迷 就是有这个迷 对 这个的话 例如说情人的情 天气放情的情 都是这个字 就是你注意一下你的对象 或者你现在喜欢的那个 想要爱的这个人 对 他的名字中 如果暗藏这个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 对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神 神是唐老师选的 好 这个神呢 他 唐老师都最近 好久都没有讲错话了 那这句 这个字好像也不太妙 真的没有 如果你跟唐老师一样 是讲到 选到这个神的话 你最近会做错什么事呢 泄露秘密 惹祸身影 还是跟嘴巴有关 还是跟这个主意 怎么会这样呢 你要泄露工作机密 或者他人的秘密 这些真的要教你 我知道了 除了这本书 泄露的天机 是这样吗 你身边打输啊 真的喔 泄露的秘密 好 因为这个神 各位讲就是惹祸跟身影的意思 就是不要讲一下的事情 对 稍讲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OK 好 看一下最后是利 利最多人选了 嘉谦 高老师跟李老师 还有李老师 恭喜 观众朋友 如果你跟他们三位 选到利的话 是建功 嘉欣 令申 高位 好棒 好棒 太棒 不但没有错事 反而有好事 你注意一下 这些字都是有利的 你看一下 另外的令有利 建功的功有利 嘉欣的加油利 都是在利 有利 它这个字非常漂亮的字 你真是一个老天有眼 明察秋毫 天眼 你终于开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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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恭喜 不但没有错事 皇后又好吃 太好了 那既然陶老师 选择神这个部分 你还要介绍你的书吗 要 还是要 请尽量让我生意 好 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这本书好了 好 每一年陶老师都会出一本 星座解析的书 那今天也不例外 那今年是加强版 因为这个 十二星座的运势 还有整体的趋势 我都加重了它的分量 那最后还有这个 个星座之罪 比如说 谁是最赚钱的 谁是最容易升官的等等 在最后面也都有解析 还有每一个月的运势 也都跟大家分享 所以 对今年很茫然的 你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好 那今天呢 在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祝福一下 我们这个吴克群 在这张 这个将军令的专辑里面 这个专辑大漫 谢谢 姐姐高升 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谢谢四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收看 谢谢 她们看起来很自由自在 她们看起来都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 那她就算感情上出问题 别人问到她 关心她的时候 她永远都是笑脸以待 就说 没什么 你放心 我很好 可是事实上她好不好呢 你不能从外聊去看 你也不能用嘴巴去听 你要观察她的行为 对 譬如说她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 东森卫视 及eTitur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